欢迎收看本期加点小亮,我是加凉 今天加凉和大家聊聊就在前不久 2月21日工信部刚刚公布的这个叫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制的强制执行标准 对咱消费者来说有什么影响 先说明这一次是针对有燃油发动机汽车的执行标准 里头也包含混动汽车,包括赠横式混动汽车都在内 往下说对咱消费者有什么直接影响 第一,油耗测试标准由现在的ADC的标准改为了叫WLTP测试标准 WLTP测试标准是由联合国牵头 于2015年正式完成的一项全新的测试标准 该标准在通过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真实的行驶供况数据 将车辆通过功率以及车重分为三个等级 其中级别3就适用于咱们绝大多数的乘用汽车 WLTP级别3测试循环总共的耗时是1800秒,就是30分钟 测试时的最高时速为131公里,平均车速为47公里 除了这,WLTP测试还将车辆的滚动阻力 包括车重、货物配重以及成员配重 还有像车辆行驶的环境温度以及车轮轮胎的压力等等因素都考虑在内 并且针对不同时速还增加了像城市内的堵车工况比重 与此同时,WLTP测试标准还会根据咱们国家的实际道路情况做一些微调 从而就能杜绝像现在NEDC存在较大误差的这种可能 这点不错 至于现有的NEDC测试标准和WLTP测试标准存在多大的误差 咱下面通过这张图,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一目了然 WLTP测试的好处就等到今年的7月1日后,实行之后 大家去购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车上贴的这个黄色的油耗表 很直观的看到这个车的实际油耗表现 跟咱自己买回家开的也就差不多了 咱再往下说,就是这个执行标准针对车企的一些束缚性要求 首先给了一张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怎么看呢 简明额要说就是每一款重量的车型都要符合它所对应的 上述WLTP测试出的油耗表现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咱就拿现款2021款的盖板帕达特尔为例 它的自重是1470千克,就是1.47吨 它对应的油耗表现,工信部的理想油耗表现 应该是4.2升每百公里左右 那么当前工信部NEDC测试的帕达特尔的油耗是多少呢 是5.8升每百公里 这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误差值的一个现有油耗表现 咱再拿其他几款车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 给大家说 2.3T的福塘马斯糖自重1700千克 1.2T燃油版的逢天卡罗拉自重1335千克 根据这张图表 大家可以找一下它的工信部的理想油耗吧 所以对于车型来说 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这种理想值简直太苛刻了 要知道我们人类从发明第一辆内燃机汽车到今天 量产车中燃料燃烧效率最高的发动机 130多年间也提升了不过40%多 那么车企在这项执行标准前怎么去完成 而这又要说到2017年9月份公布的这个叫 乘用车企平均燃料消耗量域 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这么多名字 简单说就是双积分政策 双积分政策具体写了啥 咱今儿就不逐一回顾了 结合刚刚公布的这个执行标准来说 就是针对车企 如果说你不能符合上述这个表格标准成绩 完成你们家燃油汽车的这个成绩积分 那么你就多生产新能源汽车 用它的积分来均衡你家燃油车积分的不足 这就和咱上学的时候考试一样 举个例子 英语成绩不好 英语考了个大零蛋 但是咱其他科目科科满分 虽然英语老师不喜欢你 但是咱平均分一平均开 咱依旧是好学生 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咱消费者来说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什么 可能在未来 大排量甚至说2.0升排量以上的车型 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